我们看一下磁力题 磁力带求8.06的三分之二次方 它的近视值会等于多少呢 那首先我们要先假设一个函数 f of x 等于 x 的三分之二次方 因为提议告诉我的是说 它是8.06要求的是8.06的三分之二次方 那你等一下如果把8.06带进去 x 里面 那整个函数就是要求8.06的三分之二次方 所以我们是假设f of x 等于 x 的三分之二次方 接下来我们要去求它的一阶导函数 f of x 它会等于 三分之二倍的 x 的三分之二次方 也就是说把它写成更到形式 就是3倍的 x 开更到三次分之二 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点很靠近8.06 来带入这个函数值跟一阶导数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阶导数 会等于把8带进去这个函数里面 这个一阶导函数里面 8带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等于三分之一 接下来我要把8带进去函数里面 它也就是8的三分之二次方 不好意思这里有写错 这是8的三分之二次方 所以它就会等于4 8把它开更到三次会等于2 所以2在平方就会等于4 所以f在 x 等于8的线性函数 它就会是一个4加三分之一乘上 x 减掉8 这是一个一阶的 不好意思 这里是我们所谓的点上的函数值 跟点上的导数 再乘上 x 减掉8 而根据线性估计 它告诉我8.03的三分之二次方 不好意思这里有写错了 这是三分之二次方 它会约等于f of 8.06 不好意思这里也写错了 这是等号 这不是约等 这是等号 8.06 那它才会约等于 我们的L线性估计函数里面的8.06 那等于4加三分之一乘上8.06 减掉8 也就会等于4.06 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近视值 这就是你在哪里 啊 对 我 合作 是 员